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菩提心 下面继续讲《现观传论》当中 我们前面讲了学习或者修行 波罗波罗蜜多具足十四种功德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四十六种违缘 四十六种障碍或者说四十六种莫业 其中我们前面讲了十二种今天还继续讲 本来这个是在讲义当中讲的 我们在讲义当中个别的内容没有细数 因为这是我们主要讲的颂词的部分 但是我想四十六种莫业实际上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 在修学当中容易产生 我们需要大家共同认识它一旦我们认识了这些莫业 就像是《上师心底》里面所讲的一样 一旦我们认识这是莫业的时候 魔王波罗的一切事业自然而然会消失的 我们没有认识自己着魔或者没有认识魔在干扰的时候 可能对你祈祷的违缘越来越严重 因此这次大家共同要了解在修学过程当中 哪些是容易发生这些都是属于莫业 那么我们前面讲了十二种 现在再继续讲吧因为前面总共有二十种 二十种是依靠自己而产生的 还有二十三种依靠自己或者他人 或者说依靠两者的关系而产生的 还有三种依靠他人而产生的 所以我们现在依靠自己而产生的二十种莫业当中 今天是第十三个 驱入薄弱之缘也就是从大乘当中 学习大乘佛法学习薄弱法当中发生 有七种或者八种散乱的因 那么第十三个是什么呢 驱入薄弱之缘对非常繁多的余妙加以分别 也就是说我们学习薄弱法门 修行薄弱法门 或者说弘扬薄弱法门的过程当中 经常不能入眼一场非常多的烦恼 非常多的余妙色身香味外在的余妙出现 比如说我们本来很想好好地闻思修行薄弱 但是外在各种杂乱的一些因缘 世间当中现在我们有很多杂乱的因缘 看到的色法听到的各种妙音 实际上这些都没有什么意义的 有一个尊者问你看不看好莱坞电影 他首先说我不看因为看到这个很费时间 再加上对眼睛很不好 后来说真实话觉得太浪费时间 所以世间当中有很多人整天都是看电视 看电影 甚至很多人对薄弱的空性一无所知 以前也没有 现在也没有可能讲了很少有 而且稍微有一点就不能继续下去 在各种外在分别散乱的因进行干扰 这也是一种魔业 我们自己也知道 自己在修学过程当中经常外面出现一些散乱的因 这就是魔业 第十四个 下面有些相识的薄弱 不是真正的薄弱 也有一些这样的 第十四个有些人淡淡地善写薄弱法门认为是真正的薄弱 其实真正的薄弱大家都知道这不是文字薄弱 也不是形象上的一个残修 不是薄弱 真正从内心当中通到显空无二的境界 并且加以喘息这就是真正的薄弱 但有些人一直认为只要是写薄弱 所有的薄弱已经足够了 这也不合理的 它虽然是薄弱修行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显广庄弱论》开始讲的时候 讲到十种善行的时候 善邪薄弱 包括在里面 但是现在汉地也好 藏地也好 有时候比较片面 比如说有一些人特别爱好写经书 写金刚经 写薄弱经 一辈子写 除了写以外 他从来也没有思维过 我都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专家也好 佛教徒也好 他就说 我也不读金刚经 我天天喜欢写 我写完了以后给别人 有些人喜欢写心经 有些人喜欢写薄弱经 但这个是不是完全是一种薄弱呢 也不是 真正的薄弱 你在内心当中要通达 这也是一种片面 我们生活当中这些一定要知道 第十五个 如果我们讲淡淡的一个无事法 淡空 这个淡空执著为所权的薄弱 那这也是不合理的 现在有个别人也是讲金刚经也好 讲薄弱经的时候 一切言而逼色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就已经可以了 那这是一个淡淡的我们平时所谓的淡空 五者法 这个五者法如果是真正的薄弱空性的话 麦芬仁波切以前也讲过吧 那谁都很容易看得懂 谁都一个大学生进到教室里面一个人没有的时候 他知道这个屋子是空的 那他不一定是证悟空性 所以说我们淡淡的淡空 也不能认为是薄弱 不然的话 这也是一种模业 现在企图 有些修学过程当中 刚开始可能不懂情有可原的 但是我们学了薄弱究竟以后 千万不要认为 这是破一个边的 破有的边 认为是一种最究竟的薄弱的话 这也是一种模业 最究竟的观点来讲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执着我执 执着我执和我所执 有必要的 第十七个讲无蚊子 也就是很多人说是不留蚊子 薄弱的法门 禅宗的法门就是不留蚊子 蚊子没有就是薄弱 也不一定 十女的儿子也没有蚊子 她也不是薄弱 光没有蚊子 也不一定是薄弱 虽然在佛经当中也是 无蚊子般若 在《无上密法》当中 也有一个叫做无蚊子虚 主要宣说一些空性的法门 但这个叫做 也有无蚊子的经虚 经和虚也有 然后佛陀也是说了 他从成就到涅槃之间 连一个字也没有说过 但光是说没有字 没有蚊子 是不是禅宗 或者不留呢 也不是 就像《无光尊者在法界宝藏论》里面讲 我们用比喻的时候要知道 有些人比喻的时候 比如说虚空 用虚空来比喻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 广大无边 无蚊的戒性 无可言说 而是把虚空的 淡淡的 空的部分 认为是正无法界的话 那这是一种企图 所以我们光说无蚊子 其实禅宗也好 波罗蚊子里面 无蚊子只是片面的 或者是部分的一种表示方法 它并不是光无蚊子 作为一个究竟的话 也不合理的 现在有些人 自己因为不愿意修行 不愿意自己好好修行佛法 连法本都不带 你为什么不带法本 禅宗一般不带蚊子 不理蚊子 实际上他自己很难度 或者自己对法本没有信心而已 并不是他真的通达了 无蚊子的境界 这也是一种魔业 第十八个 由薄罗当中散乱的过失 下面有几种 第一个是 作以乘取贪承之境 整天都是想在大城市里面的贪心 乘性 或者我今天到这个城市里 我今天出差去 我今天跟什么什么人 谈声音 谈相谋 我们有些佛教徒 当然毕竟是世间人 不可能是全部 最高的一些标准来一概而论 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也到不到的 这是确实也是不能现实的 比如说我是作为一个出家人 我要求大家全部通通出家的话 也不可能现实的 我是一个大乘密宗者 我要求大家所有的人 凡是给我结缘的人 全部要学大乘的佛法 这也不一定现实的 本次释迦牟尼佛他也并没有强迫 让所有的人都要学一个道 并没有这么讲 但是我们要知道哪些地方 散乱的因 经常作业 有些是在寂静地方 或者自己的修行道场当中不作业 到城去 产生贪心 产生嗔恨心的对境 或者说这些地方 经常去作业 经常去想着 这样的话 这也是一种谋业 本来是在一个特别佛教的道场当中 修行得很好的 有些道友供修也好 平时在班里面学习很好的 但后来因为种种愿意 跟相关人员说一些欺骗之语 我要到城市里面去 本来没有生病 说是生病了 本来不需要出去办事 要出去办事 结果自己的修学也不能圆满 这也是一种谋业 我们自己也是应该清楚的 第十九个说 作业名为利养 为了名声 为了获得别人的赞颂 为了获得一些财富 经常想着这样的 这是不用说 我们修学大乘佛法的薄弱的信任 甚至在小乘当中断除名为利养 世间八法是功成这样的法力 我们一个修行人如果整天都是想着名声 整天都是想着获得钱财 或者说赞颂 搞一些世间的 虚无缥缈的事 那肯定是莫业的 自己也许知道 也许可能自己 连死的时候都还不知道 有些人自己也不修行 别人也不好好修行 其实我们现在不需要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名声 各种各样的三轮 各自应该很低调的 低调很重要的 其实有时候很高谈阔论 或者是见解 赞颂自己和他人 有时候也并不是很适合的 所谓真正舍弃名为利养 客观地评价任何一件事情 这也是很重要 从我们语言上讲 作为一个修行人 有些人的语言说了很多话 后来还是有很多的随分 这个字他都听得出来 这样也并不是很好 时时秋日当中 如果说错了 自己的智慧不够 自己的能力不够 那也没有什么说的 但是故意的 本来这是一个很小的东西 就像现在我们做的一些面包一样 本来一块很小很小的东西 通过一些什么 过后 哇 很大了 结果吃了很大的东西 又下来以后又变成原来的状态 我看到有些做面包 刚开始很小很小的 这是在没有吃之前吃完了以后 又落在肚子里面也很小很小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有些语言也好 我们有些的赞颂也会这样的 所以所谓的一些名声 利养 这些的确也是造魔的 这是魔业 我们应该认识到 第二十个从魔宣说的废道当中 寻求方便和智慧 有些是魔宗 他们所宣说的一些 比如说世间的一些外道也好 世间的一些 对自相续当中一点利益都没有的 这些世间的论典当中 自己认为是从中获得了 真正的智慧和方便 其实我们有个别人 可能是以一些世间的语言 用世间的一些语言和世间的一些理论 来引导其他的众生 这也是一种善巧方便方法 还有用世间所需要的这些理念当中 自己也是寻找一些暂时的 熄灭烦恼的方法 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真正把自己心灵的 所有的寄托 依靠在一个世间的学问上 这也是非常可惜的 现在有些佛教徒真正的解脱 真正跟出离心和菩提心的 解脱相关的内容和这些经论 并不是很有兴趣的 而是世间当中的各种 我们现在有些 说实在的 人们特别特别喜欢的 大多数都是分别念构成的 那这些分别念 暂时可能吸引你的眼球 或者说你特别觉得 适合你的心态 但这个毕竟是一个凡夫的分别念 你真正去寻找其中的精华意义 可能今生来世都没有很大的意义了 因此在魔众所宣说也好 或者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很多很多 人们特别喜欢的有些 我也有时候可能我自己认为 并不是真正我着魔了 但是我还是喜欢看一些 人们特别喜欢的 有一些论典 人们特别喜欢的一些东西 但看了以后知道 哦 现在人们已经只有这个境界了 没办法了 再生一点的 他们也听不懂 看不懂 所以可能不得不随损 有些时候只能这样 否则我怎么说 也是没有办法的 虽然我没有很高的境界 但基本的有些道理 大多数人可能也没办法接受 所以我们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讲 现在很多人对佛教和解脱的概念 非常的模糊 他们大多数人 希求的是什么呢 就是世间的人天安乐 平安 保佑 吉祥 顺利 发财 这些他们都很大多数的人 所谓的佛教徒也是这样的 其他的宗教徒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也可能 包括我们有个别的一些道友 在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我们在学院当中 弘扬佛法的时候 完全是我们很专用的菩提心和出离心 这几个字如果带外面去的话 不一定听得懂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也给我讲 他认为他们最近很多人也是学一些佛教的专用词 说是你们都是菩提心 你们出家人都是菩提心 我也听不懂 所以他们很多人可能自己在这方面的心态比较模糊 因此我们有时候完全把佛教的一些专用名词 恐怕也不一定 本身是佛教的意义 但是也有接触一些人们喜欢用的一些词语来包装 尤其是现在弘扬离生的方法 弘扬方法的方法 需要一种善巧方便 否则恐怕很多人有时候是佛教当中的一些专业的佛教徒 他在外面弘扬的过程当中很难使用人们喜欢的词语 很难真正能接触到他的心坎上 在这个方面可能很多道友在辅导也好 还有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要学习 但是也不能完全太低俗化了 完全随顺他们的话 有些语言虽然他听得懂 但是我们需要表达的佛教的一些教义 也可能完全变完了 这样也不合理 所以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难度 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修学佛法不改变原来的 在佛教的词和意义的基础上 尽量让大家能接受的一些词语 有一些表达方法 这也是需要一个善巧和智慧 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从魔众也好 其他当中 对解脱毫无关心的知识当中 希求一些智慧和方便 这也是一种魔业 这是上面所讲到的 依靠自己而生生的 出现的一些魔业 我们发现了之后 自己也应该马上忏悔 或者马上认识到 下面讲别所段主要是依靠自己 或者他当中所发生的违缘 有二十三种 大多数都是前面的先用听者 后用传讲者 就是上师和弟子之间发生的一些魔障 第二十一种 听者对般若讲闻 是非常有强烈的意乐 而讲者就非常懈怠 比如说一个弟者他特别想听这个般若 那个般若很想 但是这个传法的法师 他比较难度 懈怠 没事 慢慢来 慢慢来 一念自学一部分的论典就可以了 让我好好休息 我身体也不好 心情也不好 有些法师整天都是身心 累 痛苦 或者困 或者是这样 其实这也是一种违缘 我们现在很多法师 都是放假的时候 刚好明天上课的话 今天回来 今天回来以后 又要休息四五天 六七天 六七天以后 妈妈呼呼 然后弟子好像特别特别有强烈的去播 我们一定要学这个论典 那个论典 不过上师的话 没事 你们学就可以 我身体不好 我就困 我就累 我就烦 我就闷 我就抽什么什么 很多的那种 那这样的话 这也是一种魔障 或者说翻过来 其实这个也可以翻过来 或者说这个传法在上师 对薄弱非常有强烈的 我要穿这个 穿那个 然后弟子不愿意 哎哟 穿得太多了 他没有强烈的意义 就比较散乱 邪大 放假好吧 一说明天不上课的话 哇 大家都很欢喜的 这就是摩耶 其实这两者都是可以玩 但大多数都是听者在前 那么这是二十一个 然后二十二个听闻者说 在这里讲经说法 传讲者不行 这里不太好 要别的地方去 所以他们两个的意见不同 或者说传讲者在说这里 听闻者到别的地方去 有些上师和弟子经常意见不通 他就传的地方 道场 我们现在下面 前一段时间我们管理过程当中 我们要求让他们分足学习 分足学习 其实我们都安排 这样的话 我们考虑到很多的管理 下面的人不愿意 然后我们在这里 这里挺好的 我不愿意离开 这个道场我已经特别特别熟悉了 我通过各种方法来想办法 把这些人束缚掉 不行不行 我不能去 到哪里也不想去了 我一定要争取 这也是在闻法过程当中 一个说是在这里 一个说是在那里 结果其实这些都是 最后把闻法造成违缘的话 这个成了魔障 如果这是没有造成违缘 没有对闻法产生真正的违缘 只是出现一个魔障而已 并不是真正的魔业 有时候意见不通 有时候心里可能产生了一种动念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造成真正传法的工作 并没有一次而失去的话 不算真正的魔业 这方面可能后面还会说的 这是听法者和传法者之间的地方方面也有差别 还有第二十三个 闻法者具足自作少欲 而传法者不具足自作少欲 闻法者他就觉得堪破了世间 一切都是没有什么意义 还是执着少欲 应该好好地当一个修行人 而传法者他就不执着少欲 你一定要想办法给我买个很好的车 给我买一个房子 或者给我多供养 我要修这个 修那个 闻法者跟传法者之间的意乐不同 本来宗喀巴大师也是说过 说真正的上师他什么都不需要 他需要这样的一种法相 弟子他愿意把自己的什么都可以捐出来 他需要这样的一种心态 可是现在很多人可能就变了 确实有个别地方的 弟子的心情还是很如理如法的 但隔壁人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不自作少欲 也有这样的 如果反过来说的话 那么闻法者很想得到一些欲妙 而传法者是自作少欲的 很好的 所以在这个上面意见不通后来也断了传承 这个意思 第二十四国听法者是具足妥妥心的功德 而传法者不具足妥妥心的功德 十二种妥妥心 以前我们讲《三戒论》 讲其他当中也说过 真正的一些原始佛教的互信者 闻法者他需要具足这样的 传法者非常的反对 你们这样果物不食 这样坐在一处 这样这样多不好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 一定要具足一些比较适合的 有一些财富 福报 你看福利王子是怎么过生活的 我也是需要一种大量的财富 福报都是一切功德之缘 传法者还是着重地讲一些世间愚妙的功德 后来弟子和上师之间的一些观点不同 其实这不仅仅是这里面四十六个 还有很多很多闻法者和传法者之间的 一些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观点 经常互相 先可能生邪见 然后慢慢慢慢互相远离 这些都是一种魔怨 当然有些人的确也是可能 比如说法师的身上存在一些 不太如法的现象 这种不太如法的现象 《世事无事上》当中也讲了 《毗奈耶经》当中也讲了 还有其他的佛经当中也讲了 如果真的不如法 可以直接告诉的 但是有些人自己先戴着一个黑色的眼睛 然后用这个眼光来看的话 可能你面前所看到的全是一种黑乎的 不可能看到白色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可能传法者这个也不如法 那个也不如法 有些人也会有这样 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名言当中 也有他的一个平衡点 比如说讲上师的话 《经传论》当中专门讲了十种功德 这个我以前也是讲过 《信心修行》里面也引用过 《信心修行》作为上师的话 即进 即为即进 超胜功德 还有具有慈悲心 精进等等有这些 所以真正的传法者需要这样的功德 下面就是讲第二十五种 闻法者具足善法而传法者不具足善法 闻法者是很好的一种修行人 各方面 比如说 国物布施 清净戒律 心经常 以出离心和菩提心相融合的 而传法者可能比弟子还差劲 根本没有办法的 很多功德都没办法跟上 当然 某种意义上面来讲 确实是法恩不能忘的 比如说你可能从智慧上面讲 刚开始你一致的时候 这个上师不一定智慧很高 你也是在他面前求过很多 然后到一定的时候 你的智慧也许超胜了 但是你从某种意义上面 这个法恩是不能忘的 就像是阿底峡尊者到金咒上师那里去的时候 他的见解应该是中观见 中观见已经超越了金咒上师的 但是因为他相续当中生起了菩提心 这样的原因他永远都是 并没有说我是中观见者 可以说阿底峡尊者和金咒上师 他的见解上应该超胜了金咒上师 但是他永远都是祈祷他的 宗喀巴大师也是说过 他一直四十多位上师 一直四十多位上师的话 其他的有些后学者来评价的时候 其实宗喀巴大师所依止的这些上师 肯定不能这些前辈的 包括仁达娃上师 他们肯定不能比中喀巴大师的智慧 但是中喀巴大师永远也是 特别尊敬他所有的这些传承上师 所以我们有些道友 不管是在谁那里 汉族也好 藏族也好 得到法恩的时候 这种法恩永远不能忘 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否则现在我们很多人 自己所得过的这些法恩 最后自己稍微在各方面的能力 智慧或者福德 各方面稍微超过它的时候 根本不放在眼里 因为我们可能从小都是 受过一些世间的教育 世间的老师跟佛法当中的 善知识有一定的差别 这一点如果不懂的话 当然对这些上师也好 善知识不一定有什么取舍 也不一定 但是从自己的弘法内生和修行上面 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上师如意宝 我们在传记当中也是写过 他凡是一直过的这些上师 都经常作为祈祷的对境 都作为经常赞叹和供养的对境 这也是我们在人生当中需要值得注意 我有时候经常想 比如说来到喇荣 对我本人而言应该说是 改变我人身方向的身体 喇荣我始终都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这些上师们他也是改变我人身目标的 最主要的根本原因 如果没有遇到这些上师们 肯定我的今生也是跟很多散乱者一样的 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稍微的 对法力方面有一些熟悉 因为我当年很多的同学 我当年很多的一些朋友 这种人身经历我现在看起来 还是跟我完全不同 不同的 主要的因缘是什么呢 一个是环境 一个是我所一直过的这些上师 因为依靠这些因缘以后 我还是有很大的改变 我的人身目标也好 我的人身 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也会同样的 如果你没有依止很多的上师 如果你没有去一个殊胜的圣地 或者你没有参加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圣会 很有可能永远漂泊在轮回当中 如果我们的人身 单单这几十年不管怎么过也是无所谓的 按照《无生论》的观点那样 无所谓的 但实际上的确也不是这么短暂的 应该还有生生世世的 非常漫长的岁月 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沉溺在苦海当中 多么可怕 所以有时候觉得 所有漫长的人身的场合当中 我们即生当中得到的人身 最有意义的 最有灿烂光辉的 可以这么想吧 下面就是说 听者好像具有善法 传者不具有善法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也不能 有些持邪见证的人 好像是 他这个也不懂 那个也不懂 我是修行 你看出力心 应该我的很好的 菩提心应该我的很好的 那无二昏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一直过的这些什么什么 那这也是自己的一个 非常大的错误 这方面也应该注意 但是的确也是存在这些问题 比如说 反过来说 有些上师他的智慧是非常超深的 他善法的修行 各方面谁也没办法比的 而这个弟子有本 有懒惰 有邪怠 有散乱 这样的话 其实这两个之间的距离很大很大的 虽然说 我是这个上师的弟子 或者说 就这样的话 好像不要说是出世间方面 连世间方面的很多功德 也是特别差劲的话 这也是一种距离 那么我们发现的时候 应该知道自己应该跟上 二十六个是 听闻者喜欢布施 而传讲者特别具有大的吝啬 他很想布施 把自己的身体 财富以及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想布施出去 传法者经常说一些布施的过失 不能布施 一布施的话 如何如何不行等等 这也是一种魔业 第二十七个听闻者愿意供养 传讲者不愿意接受 听闻者这个也供养 那个也供养 所有的东西 传授者不愿意接受 但这样的比较少 现在其实我们真正的供养当中 以前也讲过 法供养是最深的 最深的供养 传讲者也是非常喜欢的 然后其他破烂的 比如说过期的饮料 水果 垃圾食品 我们不能吃供养力 那这样不接受 应该是可以的 但如果是最深的菩提心 一些法供养 法供养如果不接受的话 那么可能真的是 摩耶 我们准备供养 背诵 五部大论 你能不能接受的话呢 如果传法者说 我没有时间 你们背你们的事 你们修你们的 其实这些应该是需要知的 有时候我们五部大论 学院里面的五部大论 学院《南中》这边是这样的 闻法学一年 因明两年 戒律两年 中观还有现观和五部大论 每一部论两年 这样的话十二年 十一年 续部四年 我们学院《南中》这边真正的五部大论学完 需要十五年的时间 这是好多年已经规定的 当然我们金刚相母主这边 现在还没有这样安排 但我们也要知道 藏传佛教当中学五部大论 是需要多长的时间 有些认为学五部大论没有用 其实这种想法 恐怕也是不合理的 大家稍微自己 尤其是在年轻时候 的确也是我的建议 希望金刚相母主和 包括学会里面的一些道友 学五部大论 人生短暂的十年 五年当中 学五部大论对你来讲 也是没有什么缺失 光是我们整天都是念一个咒语 这样的话 虽然听起来很舒服 所谓的修行 所谓的念咒 这些应该是很舒服的 但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分别念 要断除这些分别念 需要强有力的智慧 这种智慧并不是一天两天的完成 前一段时间我们密法班 需要开五年的时间 但是很多人讲 哇 太吓人了 那我不参加吧 不参加也无所谓 我都是人越少越好 现在我以后有些密法的门槛 会设得越来越高 以后是这样的 所以人越来越少好 原来我刚开始的时候 六七年前学会开始的时候 我说二十个人就可以了 但现在不了二十个人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得到的是稍微高标准的 高质量的 中间实在不愿意学的 或者中间连基本的知识 或者基本的人格都没有 整天都是不好好学习 整天都是讲一些是非 过失 下来课以后大家都知道 谁是真正的法器啊 真正的一些法器 比如说讲完课以后 平时在聊天的时候 他会讲一些无不大论 显宗密宗 很多法语上的事情来开始聊天 而一些不是真正的佛教徒 或者说即使表面上是佛教徒 但是不是很珍贵的那些人的话 可能中等的人 整天都是讲一些吃喝饭的 下等的人讲一些嫉妒 然后这个人的过失 那个人的过失 佛法的过失 那整天都是这样消失光的话 我觉得这些人基本的一些 佛教的概念都是没有 现在在外面的一些居室当中 真的存在这么一部分人 整天该学的时候 他就打瞌睡 或者说打哈欠 嗯嗯嗯嗯 学的时候 他一点精神都是没有的 特别特别困 很痛苦的 然后吃吃喝喝的时候 还比较不错的 尤其是讲一些是非的时候 他的精神 境界更不错的 那这样的话可能真正的 我们也不需要培养这些人吧 培养也培养不出来 没办法 不要说我们莲花生大师和慧能大师来的话 也有一定的困难 这个是什么 以什么而说出来的 我不光说吧 好吧 下面就字面解释 听闻者以虐所能够理解 传讲者光说而理解 与心态又不相同了 听闻者 比如说简单地说一下 马上一目了然 马上就动达了七章 而传讲者反反复复地 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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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听闻者都是不想听了 我们有些道友 稍微有点聪明一点的话 法师还没有讲的时候 自己下面就看完了 看完了以后 法师在那儿光说的时候 下面就很烦的 很痛苦的 这样我早就知道 再说什么 再下去 再下去 他就特别着急 又看个手臂 又看个手臂 哎哟 再这么广什么呀 还要讲 你快讲了吗 快讲了吗 心里面一直默默地在说 这也是一种莫业 有时候传讲者讲得特别特别烈 而听闻者很喜欢广述 传讲者好像说几句 你们自己看 就像现在有些大学的老师 他只是把上面写几个字 好 你们自己看 你们都是大学生 他就进来了一下 大概五分钟给他们指示一下 下去就开始开自己的车 嗚嗚嗚嗚 走了 这也是一种莫业 对吧 我们学院里面都是没有这样的 就是因为法师们想开车的话 就不要说车 拖拉戒也没有 对吧 学校里面的老师不相同啊 很多老师的心不在教学上面 我看到很多大学老师 真的很可怜 学生们那边等 等 等 等了一下午 最后来一会儿 啊 很好 我这里有重要的事情要谈 有重要的领导 比如说像我的话也是传法过程当中 我就尽量地从来除了学院的一些特别没办法推的以外 从来都是没有推过 虽然有时候需要见很多高僧大德 有些领导 但是我们传法的时候第一个是要准时 不可能有很多人一直等等等等 以前听说历史上有个别的一些大德 要等一天两天后来来一个科学说 今天不空 你们自己回去今天我有重要人物见了 其实比如说像我们学院那么大 每天都是这样的话这个也是重要人物 那个也是重要人物 世间和出世间的很多人都遇到 但是这样的话确实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说自己在生命当中吧 其他的很多事情再怎么样 也是可能跟我们学习佛法比较起来的话 不是什么更重要的 略说和广说方面也是这样的 听闻者了知精当妙法而传讲者不了知 前面这个是二十九 听闻者对经典 论典 对法 三藏这些都非常精通 而传讲者好像基本上这些都是一无所知 好像听闻者的智慧水平特别高 传讲者在这方面没有的话有可能 其实有些人是自己邪见重 好像这个也讲得不对 另一个也讲得不对 邪见特别重 有些可能在某种分别念上面 自己可能稍微会缩一点自己的可财 自己的智慧 但是其实真正有清净观的 正知正念的人不管是怎么样 在传讲者所解释的时候 自己所理解的智慧融合一起的时候一定会有利益的 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尽量地 舍弃自己的所有傲慢的心态 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的 我们现在世间人当中 比如说你是世间的一些知识 你是大学毕业的 或者你是有一些头像 在这样的话 好像自己心里总觉得说 我就是这个大学来的 我就是这样的话 那也许可能你所传法的对境 他可能连小学都没有毕业 或者从文凭上面 什么都没有 有可能的 但在某种意义 某种境界上面 你都不一定能比得上 所以我们很多上面需要平衡 否则可能自己这个也看不惯 那个法师也是太低了 那个法师也是看不惯 那这样的话 最终会障碍自己的 所以为什么是谦别的 像法王如意宝 宗喀巴大师 孟凤仁波切 他们都是显现上 一知很多上师 那这些上师不一定是 从小都是完全超越这些人 比如说像孟凤仁波切 是真正的文殊菩萨的再来化身 他从小七岁的时候 所造的论典 我们大家都知道 如是的美妙 那这样的话 他一直的这些上师 从他的传记当中看来 这也是我们对后学者 需要有一定的观察吧 有时候自己有一种骄傲的 傲慢的话 特别障碍自己以后的求学 谁都看不惯 最终的话 好像自己的一些缘起从此而破坏 所以我的以前也是发现 我自己都是可能不知道 别人也可能看不起 我也可能比较多吧 但是我发现有个别的一些水平比较高的话 对其他的法师不放在眼里 特别傲慢的 那后来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成就 最后好像谁都不放在眼里 然后自己在别的地方 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弘法临生 一两年还算是可以的 最后好像也不知不觉的 自己也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修行 也没有能起到 真正弘法临生的作用 所以有时候我们最初的缘起还是很重要的 舍弃一切傲慢 自己当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人 这样来修学的时候 然后到你一定的时候 能吃燃你的智慧火 那个时候可以 尤其是在闻思的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傲慢心 这是很重要的 听闻者具备六度 传讲者不具备 布施 慈禁禅定 智慧等 听闻者具备六度 传讲者不具备 或者反过来说传讲者具足 而听闻者自己不具足 各方面都很差劲 也有这样的 听闻者三巧方便 传讲者不具足三巧方便 听闻者他自己智慧 三巧各方面都是非常 不管是说话也好 做事情也好 什么方面都是具有三巧方便的 而传讲者说两句话 得罪所有的人 做一点点事情 所有的人都不高兴 这也是一种魔业 凡是不管怎么样 传讲者和听闻者之间 有很多的摩擦 误解 甚至最后发生一些矛盾 后来自己在这个人面前的听法 或者两者共同举办的 薄弱的佛事一次而完结 这些都是磨叶造成 现在很多道者 很多上师和弟子之间不能了知 不能了知以后经常会发生 所以以前法王如意宝给我们讲这个 这个薄弱的时候特别再三地强调 我记得是八六年的时候 法王如意宝讲华智仁波切的薄弱中意 这个中意的时候当时法王特别光束 每一次讲的时候 好像我认为都是在说我一样 我自己都是在祈祷 我千万不要产生这些魔缘来 断掉以后的发愿 当时我坐在一个草皮房里面 草皮不是吧 应该是吧 现在甘多拉经堂的附近 应该是比较苦行的年代吧 算是很有意义的 下面第三十二个讲的是 传讲者 听闻者已经获得了陀罗尼 过目不忘 全部都 传讲者没有得到陀罗尼 一会儿就忘了 一会儿就忽留忽陀了 一会儿就像我一样 一会儿就这个忘了 一会儿那个忘了 很多人都后面说你已经答应了 我没有答应我吧 你答应了 当时以后你答应的事情你要签字 不然我们这边很麻烦的 你以后一定要签字 不然不行啊 对对对 那我以后签字啊 所以传讲者已经没有陀罗尼 没有不忘的 没有智慧 听闻者有很多这方面的 反过来说也是这样的 有些听闻者即兴不好 而传讲者这些都具足 第三十三个 听闻者想善邪般若 传讲者不愿意善邪 他想善邪 他想做不仅仅善邪 念诵 背诵 或者传讲者非常反对 有时候是弟子和法师之间 凡是想法完全都是不同的 有些人这样讲的 不知道我的什么业力 反正我想法师都反对的 每一件事情都是反对的 好像我喜欢的法师都不喜欢 其实这也是需要沟通 有时候法师心情比较好的时候 给他谈一谈 是不是我们之间有一些其他的魔缘 我好像喜欢的你都反对 要不要沟通一下 我们要不要谈谈喝个咖啡 好不好 我们应该看看怎么样好这件事情 这样的话可能马上就解决了 听闻者远离贪爱戒等五种障碍 而传讲者没有远离这些贪心 嗔恨心 还有怀疑 昏尘等等 听法者非常精进地远离这些 而传讲者他的贪嗔痴等非常贪嗔 怀疑 这些五种戒吧 五种戒应该居士或者智智入门当中都有 然后第三十五个是听闻者想独自远离恶趣 而传讲者凡处结缘的众生都要远离恶趣 传讲者可能具有菩提心或者具有利他之心 而听闻者他就自己想 哎 我自己只要离开恶趣就可以 我自己好好修行就可以 我不愿意结缘 我谁也不想接触 传讲者就不行 不行 你还是一个人这样独自不信的 我们要独很多很多的众生 你一定要出去哄 我不想去 我不想去 我一个人坐在这里 我不想去 我身也不想去 讨厌的很多人我看都不想看 这些人一个个都哄 听闻者第三十六个是 听闻者喜欢独自去往善去 而传讲者喜乐结缘者都要去 可能跟远离和去往有点繁体不同而已 然后听闻者他自己一个想获得人天福报 获得解脱甚至自己往生极乐世界 跟谁都不相利益 而传讲者他觉得佛法的利益 不仅仅为一个人自己解脱就可以了 应该凡所结缘的所有的中心要结上善缘 有时候我们弘法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法师很想广解善缘接触很多很多的人 听闻者他跟谁都不相接触 谁不相接触可能有两种原因 一个是可能自己喜欢真正好好地修行 有一些人可能有心态的问题吧 现在世间当中有各种各样的 比较寂寞或者一些孤独症 有各种各样的 所以谁也不想接触 这也不一定很好的 但看自己的心态吧 这是与传讲者和听闻者 下面就是意乐不宜 刚才听闻者在前面 现在是传讲者 第三十七个传讲者喜欢自己独自安住 而听闻者喜欢很多很多的眷属 大众等等 传讲者不愿意接触很多人一个人 或者他出去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出去 不愿意带很多人 然后听闻者他需要很多的眷属 现在有些上师和弟子也是这样的 上师是很好的一个修行人 并不爱各种各样的宣传 自己是当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但是下面的弟子他特别会搞世间八法 后来很多人认为 这个上师很喜欢搞世间八法 其实是他的有些得利弟子 他应该是有些高徒 他特别喜欢搞一些世间法 最后有些上师在弟子面前比较听话 这个上师弟子给他说 你一定要怎么做 现在这个世界你不要这么想 应该如何如何要操作 宣传 没有这样的话肯定不行的 那你做吧 那你做吧 结果所有的名声全部都毁完了以后 上师才发现 哦 原来这些人好心好意 把我弄得这样的 第三十八个 传讲者不给随行的机会 听闻者很想跟随他 传讲者不愿意带很多很多的人 而听闻者的话 我要跟着你 有很多人喜欢跟着 这也是一种魔缘 传讲者希求少量的财物 听闻者不想供养 传讲者稍微想得一点 不能太多了 但是他稍微 这个意思吧 我没有看清楚 听闻者连少许也不想供养 果然是没有 一切都是有罗法 有罗法都是过失之因 然后给他进行教育 所以有些传讲者 怎么努力的话也不行 最后还是修黄塞声也是不行 起不到作用 还有 住处不宜之 传讲者想去往一些生命危险的地方 像印度的石头林这些地方 而听闻者不想去生命有危险的这些地方 比较寂静的地方 比如说传讲者喜欢在寂静的地方 而听闻者到城市里面去 传讲者喜欢在城市里面 而听闻者喜欢到寂静的地方 使徒之间的心态和意乐不同 然后传讲者喜欢去一些饥饿的地方 像非洲 像这些特别 而听闻者不想去 应该是生活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地方 吃得好 传得好 比如说传讲者让大家苦心 不要吃肉 而听闻者很想吃肉 我要吃一个灰骨肉 这样听闻者和传讲者之间的心态又不同 第四十二个 传讲者喜欢去一些 比如说有盗费 扰乱的地方 特别危险 他为了修行增上一些力量 而听闻者不想去有盗费 扰乱的地方 第四十三个是 传讲者为发愿而去 看望一些家人 而听闻者不想 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传讲者他去发愿 他得到那里去 要接触一些什么 现在有个别人是真的不注意的话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说 佛教徒是有钱人的救护 基督徒是五千人的救护 也有这样的说法 但不一定是所有的这样的 不过我们佛教徒有些时候 带上花园 经常是大瓜 酸民 很多的一些世间人不太容易理解的 尤其是有一些钱财 这些方面的修行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反而对佛教不利的 所以传讲者经常需要看望花园 一些有钱财的人 而听闻者看见这些都是不好 他们两个的意见不同 其实有时候听闻者的这种说法和看法是对的 应该是这样的 以上的这些违缘主要是可能性情不愉快而造成 互相都这样最后真正薄弱讲闻发生障碍 或者产生一些障碍和违缘才成为真正的魔忠 真正的魔业如果你没有造成 这是心理上的一些问题都不算真正的魔业 那么下面是自他别端当中自他二种过失 第一个比如说《魔所宣说之经》的一类 不该修学的废处 像世间的一些魔众宣说的或者外道宣说的 我们不应该所学的一些邪教去学习或者宣传 比如说本来是魔众所宣说的词 你就认为把它当作是一个真正的大乘佛法 跟大乘佛法当中大乘佛法不是佛说的 这个才是真正佛说的 现在汉地很多很多这样的魔语被各种魔众所加持的 这些人经常说 有时候一会儿说弥法不如法 一会儿说大乘佛法不如法 如果你发现这样的话这也是一种魔语 讲不是所修的般若不尽管之类的有缘相 立为究竟的修法 本来是《中观入中论》当中也讲了 比如说不尽管这些并不是最究竟的修行 这是一个小乘暂时的利潭压制的一种修行法 但是我们把它当作最究竟所愿的修行 般若空行当中肯定是不合理的 般若空行最主要的修持是不二法门 如果我们所修的不是般若空行 而是暂时的一些所愿法当作最究竟的修法 也是不合理的这也是一种魔语 然后对邪魔化为佛陀一类的现象 比如说邪魔外的魔王伯许显为佛陀的身象 他宣说的一些经典我们不应该对他生起信心 但是有些人可能现在真正的魔化为佛陀都不一定有的 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加佛佛 加上师这些比较多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没有很好地去观察 先对真正的一些宣说解脱的这些三知识 没有如理如是的一致 而一些自相续当中根本没有任何出世间的功德 甚至他所有言行的目标为了追求自己命运利养的一些目的 这样的人当作有很高的一些境界 这样确实也不好的 所以我以前也说过我们现在一致善知识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他的前世是什么什么 前世什么我们也看不出来也很难 因为前世后世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我们今生当中一定要观察今生他的戒律 今生他的行为 今生他的一些修证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当一个世间的大学老师 我们要找一个世间的大学老师的话 比如说清华北大的老师他的前世是什么样的 他的前世是不是孔子的化身 或者是他的孟子的化身如果他自己说我是孔子的化身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把这个孩子交给他 他学习的话他毕竟是孔子的化身 那虽然他没有读过什么书 但他自己说他是孔子的化身那肯定没问题的 如果这样的话恐怕我们现在的有些事情 不一定能解决得到的 所以我们想一直上世的时候 就是前世当然我们也不排斥 如果有前世的功德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今世的功德 如果今世的功德都没有 前世的功德有没有很难说的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解脱吧 不是其他的 如果是其他的在其他的身上也可以得到的 现在很多的有些居士有些人 一字三字诗上面真的有点模糊 这并不是我们搞挑拨离间 但是确实是学佛这样的重大事 盛世大事 如果我们一直错了或者自己没有很好地去 去如理如法地修行的话 可能自己的生命 经历 钱财 世间很珍贵的 很多很多的东西维持而复制动流 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有一颗善心向学佛 在这个时候要找到一个很好的路 这种路一个是需要 不管是什么教派都可以的 比如说藏传佛教也可以 汉传佛教也可以 只要是珍贵的佛教都可以 需要一个善知识 同时你要寻找一个很好的佛法 这个佛法 佛法和善知识有了以后 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态和自己的意志方法 这样以后你的修行一定会成功 否则开始的缘起已经破坏了 最后你要入于真道的话就很难的 所以大家还是应该很努力地去修行 这样上面一生有了四十六种母业吧 四十六种母业 有些人可能想 比如说魔众那么多的话会不会末法时代的时候 好像不可能修持真法 其实也不会的 比如说一个很珍贵的如意宝 虽然也有很多的外缘或者是怨敌 但是我们只要保护起来它一定能保护得好的 所以说我们依靠般若的加持有诸佛菩萨的很多加持 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善愿 有了这样的善愿我们修行也会成功的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自己要发现自己的行为不对的时候 这样是不能行的 人的心念一转变以后那马上魔转为佛了 这个很重要的否则我们永远不认识它的话 魔当中是佛的话那更可怕的 所以通过这种修行 我希望很多人把自己修行的违缘马上转为导用 今天讲到这里 观众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